熊女士是安徽人 在杭州工作 5月13日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她说你中奖了 你到右上马上超市去领奖 她说你只要抱你的手机后四位 加上她的手机后四位就可以了 打电话的人是超市的吗 那我不知道 不是超市的应该 那你之前有在这里留过电话吗 或者怎么样 没有 那怎么知道你电话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她从哪里来的 她说你去 你去看一下 你中奖了 有礼品 有油卡 有大米 有牙刷 我就来了 整个就从这里围到这里了 好多人 就在这个位置 你领奖的地方在哪里 也就在这个位置 右上马特超市 在杭州萧山区新唐农贸市场二楼 熊女士说 领奖的摊位当时在走廊上 离超市购物入口还有段距离 她领了一袋一斤重的大米 现场好多人 好多人她就说 问哪有上小学的 抽中的 高中的不 他就说有的话主守 我们就主守了 为什么 别不知见 她就叫一个女的 把那个学习机拿来 她说这个学习机怎么样 怎么样好啊 她说是那个民事 就是直接叫的啊 怎么样 她说这个是学习机 不需要钱就送给你们 她说有一张卡 卡了也不要 本来是要49块钱的开通 她说也不要你们交 厂家给你们交了 到最后 她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问 喜不喜欢这个学习机怎么样啊 所以想要不想不想要的 想要的主守 就是我们就主守了 就发了 学习机的品牌叫 学霸小神童 熊女士介绍 除了学习机 对方还赠送了一套茶具 一个AI教育机器人 和两支电动牙刷 不过自己拿到学习机后 对方要求 交2899块钱 她说是扩程的钱 买扩程的 她说是那个 她说是那个 就是有民事教嘛 我心里当时一想 她问你 你家有没有小孩上学 我说有的 因为我家有两个孩子 在上学嘛 我心里在想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陪她啊 她这个东西 被她那样说 说得那么好的话 我就直接 她说2899块钱 我也就没有犹豫 她说这个学习机 在网上 京东上 说要4899块钱 它这里呢 就是做活动便宜 收据显示 金额2899块钱 包括学习机 和终身使用的 学习资料版权 后面还有一段提示 学习资料系统激活成功 将无法退出系统 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不受理退货 回去我儿子就在说 他说这个学习机 你被骗了 他说网上这个东西搜搜 百八块钱 几十块钱 就能买得到最高配 128个G的 也知道三四百块钱 最多到底了 后来我就回到超市来找她 找她 她人就不见了 提醒妈妈被骗的是 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儿子 兄女士说 机器没有使用过 课程也还没有下载 现场在京东平台上 搜索同品牌学习机 只有四个商品 价格都是四千多 看不到销量 前两个商品 只有个位数的默认评价 后两个暂无评价 其他平台上 记者暂时没有搜索到 这个品牌 超市老板说 他们只是把场地 租给对方搞活动 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 商场老板说 事发后 他准备帮忙沟通 但没能联系上对方 熊女士说 当时民警给了一个负责人的电话 丈夫跟对方交流过 熊女士拨打了对方电话 没有人接 记者发了短信 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收据上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这是员工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好几个老板 他给你说的 这是哪个就是哪个了 我一个月三千多块钱 我哪管得了那么多事情 也没那个权力 营业执照显示 公司名称是 惠营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记者联系了公司的法人代表 我就是工厂 我们没办法去做这个会 你这个可以直接去联系 当地代理商 就是给他们卖机器那个 如果联系不上 打我们厂家的自零零电话 上班时间会有人接 但是你要给他讲清楚 你比如说我找不到代理商 或者是代理商那边不联系 让他给你查询代理商 就是哪个区域 哪个层 哪个是哪个地区的区域 看能不能查询得到 采访当天是周末 熊女士拨打了400客服电话 没有接通 她打算工作日再试试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熊女士拿下这个学霸小神童 是因为担心孩子的学习 不过孩子这么机灵 或许可以让他放宽点心 简播出前 熊女士反馈 400客服主动联系了她 向她要了收据等材料 说是会帮她联系代理商